众所周知,汉高祖刘邦是小混混出身,后来能在楚汉乡征中打败项羽建立汉朝,与他手下的文臣武将有很大的关系,其中汉初三杰萧和张良韩信所立功劳自然最大,但樊快周伯等人功劳也不小,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刘邦,那刘邦能不能撑得过楚汉乡征还得两说。 刘邦建立汉朝后,杀害韩信大家都能理解,毕竟韩信功高震主,军事才能有那么突出,如果留着他就好比留了个定时炸弹,但刘邦在临死前为何又要杀掉樊快呢?要知道樊快可是救过他的命啊。 樊快出身贫寒,早年以土狗为业,因为与刘邦往来过密,所以在刘邦押送土役前往丽山的过程中,他也跟了去。 后来很多土役在半路上逃跑,刘邦怕秦朝责罚,就与樊快等人活在了盲荡山则间。 神圣吴广发动农民起义后,刘邦也揭竿而起,樊快与曹三、萧和等人共同推举刘邦做了配工,而他自己则亲自担任刘邦的随从副官。 之后,他随着刘邦南征北战,身先士卒,在抵抗张寒军队时,更是率先登城,斩首23人,被刺决裂大夫。 刘邦抢先进入关中后,项羽大怒,原本项羽打算直接灭了刘邦,但在项伯的汉宣下,项羽举办了一场鸿门宴邀请刘邦前去,为了保证刘邦的生命安全。 除了谋士张良外,刘邦还带了四个贴身保镖,其中一人便是反快。 在酒宴上,项羽和范增质问难为刘邦时,反快冒死顾驾,不仅生吃了一条猪腿,让项羽看到他的胆识和勇气,而且还替刘邦辩解,希望项羽不要被小人离间。 之后,刘邦借口上厕所,又是反快带头护送刘邦离开,所以反快对刘邦是有救命之恩的。 那刘邦为何又要在死前杀掉反快呢?主要与反快的身份有关,反快除了是刘邦的部件外,还是刘邦的连进,他老婆是吕智的妹妹吕虚。 公元前195年,刘邦在平定鹰部回来后病重,恰逢此时燕王卢官又叛变了,刘邦派反快以向国的身份前去讨伐。 结果反快刚走,就有人向刘邦进言,反快与吕后串通一起,妄图在您百年之后图谋不轨,刘邦本就对吕智有所提防,一听反快也搅到了里面,瞬间大怒,他决定临阵换将,命陈平带着周伯去杀掉反快,夺回帅印。 但陈平走到半路,心中又不禁打起鼓来,刘邦这眼见没几天了,如果死后真是吕后掌权,那自己杀掉了反快,肯定会被报复。 但如果不完成刘邦交代的任务,刘邦也饶不了自己,于是他和周伯商议,先将反快活捉,押回京城交给刘邦,到时候要杀要果,都由刘邦决定。 等他们捉了反快走到半路时,突然听说刘邦驾崩了,而吕后姐妹听说反快没死也很高兴,不仅释放了反快,而且还恢复了她的爵位和封意。